大家好,我院子里有一棵很神奇的朴树 它现在开花了 说它神奇是因为它的这个长相 但现在先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花很小 不怎么起眼 你要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但恰好在这新春的时候 它叶子都掉光了 所以我一抬头 呦,长出那么多嫩眼了 看着在阳光底下还挺好看的 但是如果没有阳光你连看都看不着 我觉得朴树应该是一种官叶植物吧 它那叶子长得确实是非常朴素的样子 但是呢,暗绿色的 一小片一小片就挂着就特别好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朴树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看上去非常质朴 可是呢,耐看,确实非常耐看 那我为什么说这棵树是一棵神奇的朴树呢 就是我这个园子里啊 你看了吗,它长在这个院子的后边 然后呢,这儿有一堆竹子 就导致它这棵树呢,就接不到阳光 然后呢,它这树吧 它就从那竹子里边穿过来了 看见没有 然后呢,这个杆子一直处到外边很远的距离 这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就在那空中掉着 就一根横杆子 我后来一查呢 实际上这朴树因为什么呢 它喜欢阳光 可是呢,它往那边走 它接不着什么阳光 它往这边走,它有可能有阳光 可是呢,这边走呢 还有一堆枇杷树了 所以呢,又把它的光呢 又挡着 所以它就尽量往前伸 伸到很远的那个地方呢 去接那个阳光 它这这么长的一根横杆子 功效还不小 我就看过 就比如说有的鸟吧 就是像我们那Catbird 那猫鸟 一叫起来就这个 那猫鸟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现在镜头指的这个地方 就在这儿搭窝 平常笑脆鸟经常爱在这儿站着 我拍笑脆鸟的时候 经常就是在这棵树上 说到这里,再见 感谢